Chinese Radio Seattle 是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5 seconds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 农历拉月十六 我是哈士奇 我是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美国奥密克戎感染激增 因新冠住院的单日平均人数 两周内增加54% 医疗资源吃尽 香港一宠物店爆发疫情 2000只仓鼠将被捕杀 至少两名感染者 与该店铺有关 11只荷兰进口仓鼠病毒检测 呈阳性 官员称 尚不清楚病毒是否通过仓鼠传播 香港逮捕两名国泰航空前空军 这两名男子被控违反防疫规定 只非美国返回后未经隔离就与他人见面 导致奥密克戎病毒传播 如罪名成立 两人最高可被判署六个月监禁 哈萨克斯坦前总统发布支持现任领导人的视频 这是81岁的纳扎尔巴耶夫 自该国陷入动荡以来首次公开发表评论 他在讲话中对托卡耶夫及其提出的经济改革表示支持 并驳斥了有关该国精英阶层内部关系行政的说法 纳扎尔巴在哈萨克斯坦执政30年 托卡耶夫是他亲自挑选的继任者 阿富汗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至少27人死亡 本周两场地震袭击了阿富汗西部偏远山区 此前连续三天的强降雨 使得山坡上的泥砖房变得脆弱 地震导致数百座房屋摧毁 许多人被困在压垮的房屋中 当局称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地球尽头与冷库废土 探访纳米比亚库罗海岸 纳米比亚库罗海岸是非洲一个结合多种文化 地貌和物种的地区 沉船残骸和荒凉风光给人一种意识质感 它的估计让人得以暂时逃离疫情和日常的生活 也听信我们人类的渺小 下面是天气预报 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明天多云降水 最高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亚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北京卫生当局称 1月15日被检测出新冠感染病毒的一名患者 自称曾经接触一个检触奥密克农病毒的来自加拿大的国际邮件 传播的可能性很低 加拿大保守党领导人奥图尔称 中国的说法很可笑 北京卫生当局称 1月15日被检测出新冠病毒的一名患者自身 接触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国际邮件 之后检疫人员在邮件内检测出奥密克农变异株新冠病毒 有关官员 1月17日在北京防疫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说 不排除境外病毒带入中国的可能性 北京邮政管理局官员在会上还宣布多项措施 包括对国际邮件消毒 加强对接触国际邮件的从业人员的检测 并敦促民众尽可能的减少从国外邮购商品 加拿大卫生官员们说 新冠病毒通过国际邮件传播的可能性低 加拿大一些学者说 中国称来自加拿大的国际携带新冠病毒 并敦促中国国民减少国际邮件的活动 这可能跟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有关 加拿大保守党领导人奥图尔称 中国的说法很可笑 他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 有关报道提醒我们 从新冠大流行开始 中国的一些说法我们不能相信 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称 从星期天到星期一早上 北京没有发现任何本土确诊病例 市卫生健康委星期二说 在星期一全天全市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和三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北京即将举断冬季奥运会 当局继续新冠疫情清零的模式 正在加紧对病例的管控 溯源和隔离措施 中二的法国世界报刊出的一篇文章指出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在海外寻求庇护的中国人人数急剧增加 根据联合国增加的幅度高达700% 2020年有11万中国人在海外申请庇护 在这一背景中 中国正在加速追踪并强迫 其在世界各地的逃犯返回 仅官方数据就显示 自2014年年中以来 已经有1万名逃犯 从120个国家被带回 瑞典非政治组织保护卫市 1月18日星期二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称官方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报告指出在数字之外 更重要的是 对于绝大多数目标逃犯来说 他们都被使用了 非法的强制办法 最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现在不再隐瞒 这种秘密的做法 他正式表示自己有时 采用非自愿返回的做法是必要的 让海外的逃犯返回 开始于2014年发起的 猎狐行动 这行动旨在将被指控腐败的国民 带回中国 2015年以来 猎狐成了更大的天网的一部分 中国的强制返回 有时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2017年身为加拿大公民的 亿万富翁肖建华坐在轮椅上 头部被毯子盖住 被六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从一家豪华酒店带走 强制返回主要有三种方法 对仍然居住在中国的家人 进行威胁报复 派中国特工前往目标的居住国 对目标直接施加压力 以及纯粹的绑架 中国还使用其他的手段 作为补充 比如网络攻击 或者是在东道国的协助下 阻碍逃犯获得移民文件 或者是盗用国际刑组织的 红色通缉令等 保护卫士表示 在盗用红色通缉令方面缺乏数据 因为很少有红色通缉令是公开的 在2015年之前 每年大约有30人返回中国 到2016年那一年 增加到大约600人 此后每年可能超过1200人 有时逃犯会碰到有交易作 比如他被告知 我们可以饶过你 但条件是你要监视这里的侨民 维吾尔难民侯塞 尼加雷尤素普就此做了见证 他的丈夫2017年从土耳其被绑架到阿拉伯联合球场国之后失踪 这并不是唯一的见证 保护卫士组织的这一报告是以18个国家的80起案例为基础的 报告指出向亲属施加压力的案例非常多 一位21岁的在荷兰寻求庇护的中国人见证说 一名官员给我发了消息 说如果我在三天内不回来 我的父母就会受到伤害 我的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受到警察的迫害 他们甚至跑到我表弟的小学告诉他 派遣中国特工 这广泛应用于东南亚国家 在法国 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 在现有的双边引渡条约之外 这些特工2017年来抓捕郑宁 郑宁是杨荣制品领域的世界领先的中营荣业集团的前二号人物 至于绑架 保护卫士组织记录了22起 其中18起绑架成功 其中泰国7起 阿联酋5起 2015年在曼谷被抓的漫画家江野飞被控颠覆罪 目前仍在重庆监狱服刑 保护卫士组织的报告说 向北京伸出援手的有属海湾国家 此外 埃及和阿联酋警方也非法逮捕了 并驱逐了很多维吾尔人 2020年以来 尽管新冠疫情让国际旅行受到很大的限制 但仍然有至少2500人被迫返回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强调说 通过这些非自愿返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的信息是 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逃到国外也救不了你 没有可逃之地 报告称 北京冬奥会应用程序 冬奥通存在严重安全漏洞 据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报告 该应用程度在传输信息时 没有使用加密签名 或根本没有对数字进行加密 其代码中还包括 一个目前尚未启用的敏感词审查列表 冬奥通是北京冬奥会参加者 必须使用的一款报告健康 和出行数据的应用程序 这一披露 引发了该系统会泄露 个人数据的质疑 也凸显了外界对冬奥会参与者 会遭受审查和监视的广泛担忧 NBA勇士队股东称 无人在意维吾尔人遭遇被批 一万富翁风险同自家 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 在一档播客中表示 对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担忧 是一种奢侈的想法 并称在我们真正清理好 自己的房子前 美国人不应该对这些行为 发表意见 金州勇士队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帕里哈皮蒂亚与球队关系 并不密切 他的观点显然与球队无关 帕里哈皮蒂也在言论引发争议和谴责后表示 认识到自己给人缺乏同理心的感觉 并称自己认为人权很重要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您认为COVID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 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 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COVID个案 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 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 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向您的医生查询 在vaccines.gov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 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 同保险公司聚力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 保险理赔太少 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 我们有执照 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 理赔专家找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 其实啊 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意的方式 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 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鼓励你我 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哈士奇 我是Jennifer 今天是2022年1月18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议员致函联合国要求北京冬奥前公布新疆人权评估 美国国会即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二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北京冬奥会登场前公布一份有关新疆地区的人权侵犯 情况的评估报告 CECC主席莫克利参议员和共同主席迈克文众议员周二在联明信中表示 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公布报告 将可以趁着中国举办冬季奥运会 国际社会焦点转移到中国的同时提供全球一个公共服务 让全世界了解在新疆发生的事情 议员们说 这么做同时还将重申一个事实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接受审查或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去年9月曾表示 他的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与新疆侵犯人权指控有关的评估报告 美电信商同意推迟在机场附近部署新的5G移动技术 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威尔森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CCR 同意在关键机场周围推迟部署他们的新5G移动服务 在此之前 航空公司高管政变说 这项技术对航空公司构成了安全的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 政府与这两家电信公司达成的协议 将避免对乘客旅行 货运业务和我们的经济复苏 所造成的具有极大破坏潜力的干扰 同时允许公司按计划在星期三部署 他们超过90%的无线通讯塔 这项协议保护飞行安全并允许航空公司业务 得以继续而不受重大干扰 拜登说 并把更多的高速互联网选项带给数百万美国人 美国正在审查阿里巴巴云端服务 作为严查中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公司交易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正在审查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 以便确定其是会知情人士的话报导说 审查的重点是看阿里云是如何储存美国客户的数据 包括个人资料和知识查 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得以掌控这些信息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能否阻止美国用户获取他们存储在阿里云上的资料 也是一个关切 美国的监管机构最终可以选择将强迫阿里巴巴采取措施 降低其云端服务构成的风险 也可以禁止境内外的美国人使用阿里巴巴提供的云端服务 白宫推出美国人免费索取新冠病毒居家检测试剂盒的网站 白宫星期二推出了美国公民免费订购COVID-19居家检测试剂盒的网站 米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美国人如今可以登陆COVID-Test.gov网站 每一户家庭可索取四份居家检测试剂 将由美国邮政局寄送 白宫发言人沙奇对记者们说 这个网站处在Beta测试阶段 在星期三早晨正式启动之前 以有限能力运转 在奥密克戎变种时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创下记录之际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应对货物供应量 问题以及检测站点大排长队的现象 初步启动这个网站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 拜登总统去年12月份说 联邦政府将为这个网站项目购买 5亿剂居家检测试剂 他在上星期四宣布把订购数量增加到10亿剂 下面播报西亚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月18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6758万1992人 新增1190569人 死亡853951人 新增2502人 截止到1月16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病例为110万5622人 新增7802人 死亡10230人 死亡2202人 PS County确诊人数维持47725人 死亡1063人 Nohammish County确诊人数 确诊人数39270人 死亡410人 Thurston County确诊人数35795人 死亡286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49,940人 已接受1242万470剂疫苗 随着奥密克战病例持续的激增 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本月开放的西雅图人 新的和 改进的新冠病毒检测选项 随着奥密克战变体在我们的社区和全国各地继续的激增 对新冠病毒COVID-19测试的要求也随之增加 我们知道检测连同疫苗、口罩和社交距离 是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西雅图要通过与Purative的合作 启动一个新的检测点并加快检测速度 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说 在京县南部市市长的公众强烈抗议之后 京县议员李根·邓恩周二提出了一项动议 将暂停京县检察官、办公室备受争议的 恢复性社区途径少年犯罪转移计划 所有危害我们社区安全的犯罪行为 例如入电行窃、入室盗窃和汽车盗窃 都需要认真的对待 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次受害 我们社区的安全也会得到保护 邓恩说 特别是在枪支暴力标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 取消任何与枪支有关的犯罪法律后果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些危险的罪行应该有真正的后果 包括起诉 周六大部分时间 汤家、红家、哈帕伊火山的喷发 使整个美国西海岸都处于海啸预警之下 但火山对西雅图地区的影响 以一种不同的、更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 火山的喷发将厚厚的火山灰和烟雾送入太平洋的上空 它还直接向美国发送了每小时820英里的冲击波 然后被华盛顿大学大气科学系检测到 据估计冲击波在到达西雅图地区之前的几个小时内 覆盖了5700多英里 周六凌晨 城市及西周边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都笼罩着浓雾 然而来自火山的冲击波 以如此强大的力量抵达 以至于C-TEC上空的雾气暂时被清除了 过了一会儿雾又回来了 这种冲击波也非常突出 足以出现在Carol News Radio的常驻历史学家 Felix拥有的50年历史的消费及模拟气压记上 一对西雅图夫妇绘制的年度现金流量商机图在Reddit上疯传 部分原因是他们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十一奉献 也就是说将10%的捐款用于宗教组织 再说一次 他们的手头有额外的现金 因为在该国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之一 他们的抵押贷款每个月还不到2000美元 这在网上也引起了许多讨论 很难相信在一个卫星几乎立即显示 汤家附近大规模火山喷发图像的世界中 它引发的海啸波传播速度 比来自这个小岛国的信息还要快 周一在引发西海岸海啸咨询的火山喷发48小时后 汤家社区的当地成员表示 他们不知道这个小岛国的家人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未知的事物是很困难的 为南太平洋之声工作的拉图华考说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降水概率25% 最低气温华氏43度摄氏6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40% 最高气温华氏50度摄氏10度 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 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 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 从而推进清理工作 在3月11日前审阅 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 请前往ecology.wa.gov-berlingtoneast4th 请记住是ecology.wa.gov-berlingtoneast4th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也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1月19日凌晨4点 2021-2022赛季意大利杯第三轮展开争夺 尤文图斯主场4比1大胜桑普多利亚 跨达拉多和鲁加尼进球 迪拉巴和莫拉塔双双得分 尤文轮换多达8人 仅由鲁加尼、阿图尔和库鲁塞夫斯基连续首发 第25分钟 跨达拉多禁区边缘外任意球直接滴射 皮球打穿人墙 入右下角 2022年1月18日 2021-2022赛季第二阶段 第24轮展开较量 在半场落后14分的情况下 广东下半场发威 以108比104现胜复健 广东只住两连败 福建则遭遇4连败 福建四人得分上双 高登40分两半13柱 黄毅超18分三半三段 李江淮16分四半五柱二段 陈林坚12分五半三柱 广东四人得分上双 一间联时22分十半三段 任俊飞24分十一半九柱 周鹏33分二半五柱 区间18分八半十柱 北京冬奥会组委网站 1月17日消息 经国际奥委会批准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 北京冬奥会竞赛日程的最终版 并接为www.beijing2022.cn cn.schedule.calendar.htm 北京时间1月18日 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继续展开女单首轮争夺 王兴奥经过两盘激战 1-7-6 6-3击班美国球员安理 取得了个人在大满关 正赛单打首胜 王兴奥第二轮将面对 二号种子萨巴伦卡 后者三盘逆转击败 外卡球员桑德斯过关 如此以来 五位出战的中国大陆球员 郑新闻王兴奥 王茜 张帅和王兴奥 全部都闯过了首轮关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跌543.34点 跌幅为1.51% 报35368.4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386.86点 跌幅为2.6% 报14506.9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85.74点 跌幅为1.84% 到4577.11点 确实发稿 贵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下跌1.50美元 报售于每盎司 1810.9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上涨 1.12美元 报售于每桶86.55美元 国际不轮投原油上涨 1.02美元 报售于每桶88.53美元 比特币收报于 418001.20美元 亚洲股市方面 截止到发稿 上证指数下跌10.23点 报3559.69点 香港核生指数上涨5.07点 报24123.32点 资金指数下跌649.37点 报27605.48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兑换 635.3亿元人民币 和索罗斯等注资 原宇宙平台 Sandbox母公司 估值飙升至50亿美元 Sandbox的母公司 Animoca Brands 周二宣布完成 一轮3.58亿美元融资 公司估值 飙升于一倍 至50亿美元 此轮融资由 Liberty City Ventures 领头 币圈大佬 文克莱沃斯兄弟的 风头公司和索罗斯基金 管理公司参投 加州一名司机 成为因涉及 特斯拉autopilot系统的 致命撞车事故 而被起诉的第一人 被控两项交通过失杀人罪 他叫使得一辆特斯拉 在autopilot模式下 撞上了另一辆车 造成了两人死亡 这似乎是第一次 有使用特斯拉半自动驾驶技术 造成致命车祸的司机 被控重罪 美东时间1月18日周二 高盛美股收跌近7% 日内一度跌破8% 年初至今累计跌幅超10% 暴跌背后的原因 是其四季度猛增的支出 让投资者感到意外 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 David Solomon 在与分析师讨论该行第四季度 业绩的电话会议上承认 华尔街的公司正在 你追我赶地增加员工的薪资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哈士奇和Jennifer 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彩片是新闻 路易 中文和小园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家庭生活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Lisa 您认为COVID对儿童的影响不及